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垃圾车拉走了尸体 郑临的母亲来店里找他 正好被陈子良撞上 也没有逃过被杀的命运 分尸后被抛到了海里 也就有了小孩报警的那一幕 饭店先来的男员工无意间发现了陈子良出老千的行为 还借此时要挟他 结果被陈子良一气之下杀死 因为尸体不好处理 陈子良把他搅碎后做成了肉馅包进了叉烧包里 人肉叉烧包第二天一经推出就受到了顾客的称赞 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叉烧包是人肉做的 李探长他们通过对尸体的检查 以及过来警局接到失踪人口保安 确定了死者就是郑临的母亲 于是他们来到八仙饭店调查 几位警察来的正是时候 正好装进了人肉叉烧包大卖 几人还尝了一下那个包子 不过李探长并没有吃 因为警察来问话都是随便问两句 而且陈子良也早有准备 所以他们并没有问出什么东西 临走时陈子良还送了他们两盒叉烧包 收到了警局一支好评 到了晚上 饭店里的女员工要辞职 陈子良把他打了一顿 还把他强奸杀死了 因为白天警察问话的时候他乱说话 差点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和男员工的尸体一样 女员工的尸体也被他以同样的方式做成了叉烧包 警察第二次来到调查的时候 陈子良引起了李探长的注意 他假装去别处调查 实际上是在暗中监视他 陈子良怕被抓 于是把证据丢进了垃圾车 准备潜逃 正好被监视的李探长他们在车站抓住 被抓后 陈子良拘捕承认罪行 警察一气之下对他动了手 于是陈子良趁机跑到走廊上 让从车站跟来的记者看他身上的伤痕 说警察驱打成招 果然第二天报纸上全是他的消息 警察不敢再对他动手 便把他扔进了监狱里 让正林的堂弟教训他 因为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 于是陈子良故意弄的自己进了医院 然后在医院里挟持了一个护士想逃出去 结果还没等逃出去就再次被抓了 这次被抓以后 警察对他采取疲劳政策 不让他睡觉 甚至还给他注射兴奋剂 他携着的那个女护士也用注射器往他身上注水 陈子良终于挺不下去 招供了 并在监狱里自杀 全片结束 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案件 是十大奇案之一 而且现实远比电影要残酷的多 这部电影中有很多血腥暴力的镜头 制造人肉插烧波的过程仍然不寒而栗 他通过血腥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警局的无能 虽然这部电影因为变态的画面被定义为三级片 但这并不代表它不是一部好电影 胆子大的朋友可以试着看一下